泰国进行训练 魏宁辉 他的特点就是拳好 拳法非常好 力量大 这个苏信有所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们从低局比赛里头 就魏宁辉是两拳加一腿 一看看他这个拳多重 而且是个肌腹动作 因为他的身体条件 要比苏信要矮一些 苏信身高1米70 而魏宁辉是1米68嘛 但是看起来更粗壮一点 对 他的力量大 魏宁辉其实也有很多泰拳 很好的一些成绩 所以他是完全可以 跟泰拳拳手对抗的 所以就前面刚开局的前三招组 现在实际说 自己心上魏宁辉说 我今天这非常轻松赢你 刚刚那个号用低扫 两次把对方扫倒 今天这个魏宁辉打得非常的自信 非常自信 第一次比赛 因为这个纯泰式的比赛嘛 可以利用一些带摔动吗 现在打的苏信 只有招架之功 无缓手之力 现在是 而且他用两次泰拳的低扫腿 居然扫倒了这个苏信 对 然后这个拳法也非常好 其实可以打头也可以击伏 能够击伏的这个拳手 其实拳法都是相当好的 对 一般人都先练打头 所以说这个红泰拳手 毕竟会打得很有国际范儿 很多利用这个前手前的肌肤动作 这个苏信还是著名泰国拳王 拨球的侄子 嗯 对 也算是搏击世家 当然他还很年轻 现在只有18岁 现在苏信慢慢慢慢的已经 能够适应了这个魏宁辉的 进攻的一种节奏了 慢慢已经适应了 适应了 这是一个泰式飞行 这个泰国的格斗在全世界都享有剩余 这个各种状态都以打败泰拳为荣 现在出拳了 连续出拳吧 因为是泰拳规则 哎呀 我觉得魏宁辉好像泰送过点 刚才这个 其实拿到腿以后应该快速写击 打得太松了 我觉得 现在你看 现在这个苏信慢慢这个把实力都打过来了 这个风向转了 这个放松是可以的 但是呢 太松线是有问题的 风向转的这种原因 就是现在苏信加强了他的后扫腿的进攻力量 魏宁辉应该节奏打得更快一点 然后更加的打出他的拳法来 虽然说他第一局有明显的这个优势 但是呢稍微一松懈以后会把自己的状态给弄下去 别的状态可能会起来 对 因为他这些那个开局打得非常好 就是今天魏宁辉的开局打得非常好 只是在最后第一局的后半战当中 苏信慢慢适应你这种 前进就击辅的动作这种节奏之后 然后加强扫腿动作 这个打得非常好 非常漂亮 对方以击腿的时机把握得非常好 直接扫到支撑腿了 然后到后半战的时候 现在这个苏信有意识加强了后边腿的动作 就是击你的内部 就是中伤腿 就是击你的内部 这个我觉得击打的动作稍微齿位一些 有点松 本来这个接住腿以后应该快速地全接进头部 这是昆仑宝贝 我们今天那个 听爱卫视观众节的直播呢 我们看到宝贝的出场和 以往的这种国际的比赛是不一样的方式 他从天才走过来之后自己下去 就没有在这个全球台里头进行来举牌动作 观众朋友们现在您说 哦 现在我们在门上飙扬 有可能开欧了 哦 上台湾给他进入图表 这个开局非常好 这个开局非常好 比赛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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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的话 这个台湾出色的比赛 对对对 就是对运动员的保护 为了保护他 为了保护他 因为他不玩八折 看着他在往前走 还在晃 还在晃 对 那这个终止比赛了 终止比赛了 这样的话 温宁慧就KO对手 看 前手摆拳 飞荡出色的前手摆拳 前手摆拳 这个他刚要进攻 你看他刚要进攻 他一个前手摆拳 这个打得太漂亮了 打得太漂亮了 打得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要知道 这温宁慧是在泰国呀 啊 KO对手 太难得了 今天这个温宁慧的这个 状态非常好 啊 那今天的开局里头呢 打个非常好 这是今天的第一次KO 对 第一次KO 赢得非常轻松 对 好 我们没有那个想到今天那个太拳王波球来到了现场来为这个魏宁慧 给他吧 分招比赛已经裁判惨定 红封KO获胜 and now the winner is the red corner won by TKO